基隆百福車站前引擎轟隆巨響 入口處有三輛機車排排站 一下子衝出狂吹油門 不僅闖紅燈也沒有戴安全帽 直接在馬路上狂飆 嚴重影響到安寧 大批遠景查獲四輛聘裝車 有兩輛甚至是電動車 這樣改裝上路真的很危險 本分局暨23日破獲電動機車 警方查獲到這間業者 利用報廢電動車的車體 裝上報廢燃油車的引擎拼裝 並將測試結果貼上網 來宣耀改裝後的功能技術 全案依違反刑法 妨害公眾往來安全罪 移送台灣基隆地方檢查署偵辦 署期將至警方呼籲民眾 誤任意改裝車輛迫於道路上禁駛 本分局將持續針對改裝噪音車 及飆車行為強勢直罰 以拼裝車可以開罰三千六到一萬八千元罰款 如果改裝消音器 更可以罰到最重三萬六千元 這樣的行為不但觸罰罰錢 更多的是安全疑慮 記者 網上明明信用報導